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美国一个家庭主妇 继承了一个意大利黑手党首脑的地位 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 今天为大家点评黑帮老妈 Mafia Mama 以下电影画面由Blicker Street提供 意大利裔的美国家庭主妇 丈夫有外遇 儿子恨不得离开家上大学 Kristin在公司推销药物的工作 也一直被男同事数落 一天接到自意大利的电话 告诉她主妇去世 于是赶到那里出席葬礼 并继承组业 面对家中诸多不愉快的事 Kristin也就趁机要到这个陌生环境 享受一次浪漫的假期 到了意大利 多年来的机灵 也让她多次避过黑帮对手的杀人计划 Kristin在击退杀手的过程 甚至被对手看作是凶残手法 她也就似乎以傻人有傻福的姿态 在恐吓对手的同时 将家族事业走出黑暗 甚至有谈新恋爱的机会 这是目光之城 Twilight电影导演Katherine Hartwig的首部闹剧 当中有许多桥段 也只能够在电影中出现的 比如说 其中有Kristin在法庭受审的一场戏 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可能发生 饰演家庭主妇变黑帮大妈的 是眼惯喜剧的Tony Collette 电影许多笑料 都是依靠人们对意大利文化和黑手党的刻板印象出发 所以有些许老套的感觉 但是Tony Collette带有傻妹影子的讨好形象 要人为她打气 尤其是意大利文化中的许多浪漫情怀 都能够从荧幕中让观众感受得到 而一个中年女子能有机会在生活中找到乐趣 即使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极少见的 也还提醒大家不要放弃追求快乐的决心 黑帮老妈 Mafia Mama在搞笑时也提醒人们 要不断追求快乐 满分五分钟的三分半可以欣赏 电影目前在湾区各地新人上映 Mafia Mama在搞笑时也提醒人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